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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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我比你现实得很 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以后别再来了 也别再靠近文波 但是我最后一根救命荡草 求求你 放手吧 让我活下去 我活着 妈 您找我啊 我不能再接受 你每天这样照顾罗小山来 你是大夫啊 你的任务是看病人 不是当他二十四小时 全职保姆啊 妈 您放心 我不会耽误工作 没别的事 我走了啊 您等等 您一定要向我保证 照顾他的事情 我可以替你做吗 所有的骂名我都可以背 你就是不要再去了 妈 您看您啊 之前您不还一个劲地 让我娶她吗 怎么了 人家坐上轮椅 您嫌弃了 你不要逼我 那我告诉你句实话好了 对 他要能站起来 你还可以跟他结婚 他在轮椅上 你要照顾他一辈子啊 好了好了 不要闹了 你还是出国去吧啊 我已经扣人给你办手续了 我出什么国呀 妈 您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啊 我到了那儿人生地不熟 都我干什么呀我 你可以当医生啊 语言不好没关系 继续深造 读个博士回来 到时候啊 找另外一家合资医院 收入比这里还要高的 刘院长 我先出去了吗 我爸叫我请您去开个会 那个董事和医院的高层 都在等着您呢 什么时候通知开会 给 给由你来通知了 你也去参加会是吧 文博 我们能见一面吗 我在老地方等你 舅妈 舅妈 放着我来吧 我跟你说 以后这种猪活交给我了 好吧 我了 方妮 你越来越懂事了 舅妈越来越喜欢你了 您不老教育我吗 再说了 我早说过 您随时舅妈 胜死亲妈 阿姨 我买了两瓶金肉福 给你跟叔叔 回家没事 喝两杯 福气多多哦 舅妈 你看我们家婉铃 多孝顺哪 是啊 是啊 能不孝顺吗 我替你们还烟风三十万呢 这两瓶酒和那三十万 没有可理性 舅妈 您看您说的 我现在不是没钱吗 等我发了大财 我跟你说 我不光还您钱 我还给您买便宿 买飞机 我让您还仇旅行 你行了吧 铁了吧 买飞机 真是说得太邪乎了啊 你还说那什么 那什么点 实际点 行了 只要你们过得好 比什么都强 我也不盼那一天 我要不求回报 还是阿姨好 Tony 我找你有点事 阿姨 我就先出去了啊 那个 什么 是吧 你看这婉铃 好不容易找我出去浪漫一回 那我就出去浪漫去了啊 就把你这多忙活 多忙点啊 多 我先走了啊 我 我去了啊 那我早点回来 我一个月给你开三千块钱呢 我这哪是雇帮手啊 雇了个爹呢 文博 不是 你什么事啊 电话里不能说 非得把我叫到这儿来 你知道我一天都忙死了 我跟陀罗是到处转 怎么着 我呢 刚从医院回来看过罗小山 他情绪挺激动的 我就怕他冲你来 所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事情啊已经发生了 咱们就别着急 一件一件把它处理好 不是 谁让你去见他的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你不知道他 对你有敌对情绪啊 你去找他 只会激怒他 对质量没有任何好处 别给我添乱了行吗 我没想跟你添乱 那车祸我是不是有责任 我是得分担吧 你分担什么 你能做什么 你告诉我 我不想看见你这样 我想帮你做点事情 不行吗 我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认真仔细地考虑过来 我现在已然这样了 估计将来会更早 我看不见未来了 我想我也给不了你未来 我的精力有限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自己去想吧 文博 我真想不到你会约我出来 单独跟我浪漫一下 托尼啊 我不是你老婆 你也不是我老公 我们只是朋友 好吗 还有 你要敢去我单位 我就把你 给你肉给你剁了 好吗 可是老婆 我们俩不是已经偷 没有一斤 没有一斤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 可是 没有可是 但 没有蛋 干了 喝了 好吧 晚霖 什么事啊 晓晓 等 等一下 晚霖不是咱们两个单独约会吗 咱们晓晓来了 我约是晓晓 叫你来 只是 你买单 放心 我不是来做电灯泡的 有事你赶紧说吧 欧教授 如果你一不回事 你不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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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约是晓晓 叫你来 只是 你买单 放心 我不是来做电灯泡的 有事你赶紧说吧 欧教授 今天知道你辞职了 叫你回去上班 如果你不回去上班 我也不用回去上班了 所以 我不回去了 帮我照顾好欧教授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赚钱 把欠严峰的钱还上 这样 就不会被情感绑架了 你别走啊 你怎么怎么办啊 你不会见死不救吧 你是不是对高文博 还死心塌地啊 喂 你别忘了他身边 还有罗小山啊 那女的就跟条蛇一样 肯定一辈子缠定他了 你别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的感情你就别操心了 我辞职的事 别告诉我妈 走了 托尼 你见一下欧教授妈 喂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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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个惊喜好不好 行行行 我洗你个头啊 再教我老婆屁死你啊 我不就是想让你开心一下吗 别老那么生气好不好 你们都家人是不是 一个个都死心眼啊 跟个倦驴一样 气死了 我不信都 我信托 白总 小山你家怎么样了 她还那样 白总 有件事情我要跟您汇报一下 行吧 到办公室来 怎么说出来 白总 新产品的生产订单 基本快要结束了 包装也差不多了 可是那齐总的电话 我一直打不通 齐总的电话打不通 不可能啊 我跟她说了 我最近家里出了点事 让你去联系她的 我是真的打不通 我还想跟她确认一下 新包装的问题 不在服务区 也不算打不通吧 齐总可能出国旅游了 度假去了 白总 一次打不通 两次打不通 三次再打不通 她就一定有问题 闭嘴 你想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因为这次新产品的研发 几千万的贷款不说 我所有家底都在里面 就连小山的住院费 我都没有出 我都从对方的眼神里 看出来不满了 你白丽莎这么有钱 怎么你妹妹住院 买饭的钱都不出呢 白总 小山你的医疗费 本来就应该他们出 车祸是他们造成的 话是这么说 但我还是希望 小山跟文波在一起 行了 去吧 打电话去吧 好 喂 文博 能不能麻烦你去帮我 接一下果柜啊 我公司出了点小问题 可能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好没问题 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好 我一会儿就去啊 好了 那我挂了啊 洪斌 背车 这 怎么了这是 我来找您啊 是因为罗咬山 这只老狐狸 这俗话说得真好 有其子必有其父 你知道刚才我们开会 那个姓严她说什么 劝我退下来 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她还不如直接跟我说 把机会让给她儿子呢 我怎么了 我坐在这个位置怎么了 我怎么就所爱年轻人的发展了我 妈 那个 我应该告诉他们 我要告诉他们 没有我 就没有这家医院的今天 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儿子 你妈是轻易不会言输的 他们这叫什么 这叫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我告诉你 我要跟他们较量到底 妈 你消消气 是 你出去吧 我自己冷静了你 劝我退下来 她怎么不退 退下来挺好的 您累了那么多年了 该休息休息了 回来啦 累死我了这一天 晚点回来啦 我正等你了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坐 我跟你说啊 我一天到晚不想别的 我就想着你 我宝我多累 只要一见到你啊 我立刻就买起服务了 来来来 快去快去快去 舅妈 干嘛呢您呢 我给晚点 熬了四个小时的糖 你赶紧端出来呀 你嚷嚷什么呀你嚷嚷 我说你们家保姆啊 你老婆没回来我伺候你 这你老婆回来 能让我伺候你老婆 哪儿规定的 非得我去端汤去啊 我不就觉得 咱是一家人吗呢 那行 您不断不断我断 安玲 我先去个城啊 你端汤去 我熬了四个小时了 一汤 对得心可别好 等着啊 得省劲 这就你老跟 白天你上班去啊 他就跟个双打的茄子似的 瞄了 等你这一下班回来 他又跟打了鸡血似的 又活了 判若二人 成天就活这点事了 阿姨 你说这样一个男人 你摸着良心说 我俩配吗 配不配的 这不都配上了吗 这都成了夫妻了 不是 阿姨 你不是要想每天早上 我一睁开眼 就看到一头猪躺在我的旁边 小的是 你说 你说我习晚林 一个美女说师生 我 我跟这样的男人 能过一辈子吗 这一辈子多长啊 我怎么熬啊阿姨 你 反正是这样啊 中规有句老话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个扁单抱着走 要按我的说法啊 这合适不合适配不配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别人没法下揭了 我就知道 跟您说等你白说 阿姨 我跟您说个正事吧 说什么 晓晓辞职了 辞职了 为什么 还有个事 他们出车祸了 不是晓晓出车祸啊 是高文博出车祸了 连累到了晓晓 您不知道 现在晓晓的生活 那就是一团乱 这真的呀 你别吓唬我啊 我当然不会吓唬您了 你说这么大个事 你这孩子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你现在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 阿姨别着急 事情是这样的 嗯 这真的呀 你别吓唬我啊 我当然不会吓唬您了 你说这么大个事 你这孩子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你现在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 阿姨别着急 事情是这样的 快吓唬你了 怎么回事 她傻了你了 我也抓你了 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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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快来 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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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姑姑 谢谢啊 哥哥啊 姑姑 现在要出去一趟 你乖乖听叔叔的话啊 嗯 好 你要出去啊 对了 文博 我叫我把钥匙留给你 以后我也方便你照顾哥哥 那这不太好了 你还是自己留着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阿姨这两天放假 我公司又忙 再说小山现在这种情况 也没有办法照顾哥哥呀 除了你 我还真没别人可以信任 你不是说 要跟我们一起分担的吗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们母子的 但是我希望保姆尽早回来 要不然医院那边没人盯着 好 我有应酬我就先走了 那个冰箱里什么都有 你随便弄点跟哥哥先吃啊 哥哥 姑姑先走了啊 哥哥再见 要是我给你放桌子上了 哥哥 哥哥走了 哥哥再见 走了 哥哥 走 走 我们去喝点水啊 好 哥哥 走 走 把垫子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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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坏了 走 你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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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不爱吃牛肉面 为什么不爱吃牛肉面呢 叔叔小的时候 就很爱吃牛肉面 你也应该 爱吃牛肉面才对啊 叔叔辛辛苦苦给你做的 对不对 来 我们尝一下 来 我不爱吃面 你是在跟我叫板是吗 有事啊 喂 文博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见一面 那个 我正给果果做饭呢 家里阿姨回老家了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我走不开 没事 你先忙 我在白天的地方等你 拜拜 喂 喂 果果 果果 我来问你 面哪里去了 到了 到了 对啊 你为什么要给倒了呢 我不爱吃呗 你不爱吃面 你就把它倒掉了 那你知不知道 叔叔很爱吃面啊 你不吃叔叔可以吃 对不对 好 你下来了 来 我要给你抬抬抬 你把自己做呗 站好 立正 你知道你心前 写的是什么字吗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你得做一个好宝宝 你怎么能把叔叔 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面 你就给倒掉了呢 你知道那是浪费吗 浪费是最可耻的行为 那你告诉叔叔 你不喜欢吃牛肉面 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 妈妈给我做的海 海米汤 海米汤 你喜欢妈妈给你做的海米汤 是不是 那好 叔叔就给你做牛肉面 妈 坐在这里等我 不许淘气啊 嗯 阿姨 该说的我都说了 其实我都不应该跟你讲 我都答应晓晓了 这个死丫头她气死我了 出这么大的事她都不跟我说 还辞了职 去当什么红娘 当那婆红娘有意思吗 托尼 打电话 把杜晓晓给我叫回来 看回来我怎么骂她呢 你别骂了 骂有什么用啊 喂 托尼 你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外面呢 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 嗯 也没什么事 就是大家挺想你的 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那萌萌肉干嘛 到什么时候了还客气 阿姨 喂 杜晓晓 你现在不得了啊你 你厉害呀你 吃饭硬了是不是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当妈的吗 没有啊 你妈算什么呀 怎么了妈 你说怎么了 甭给我撞蒜 赶紧给我回来 放一小时之后 放一小时我又见不着你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快点 吃不了你妈 气死我了 喝饭没有啊清锅冷燥的 我饿了啊 我就知道吃着你 我问你 你天天除了下棋就下棋 你还管不管你女儿 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培养她 她放着正经工作不做 她辞职当胡娘去了 这事你知道吗 这事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我们辛辛苦苦的 功德读完了博士 她去给人家保媒拉范 不不不 你刚知道啊 阿姨 现在的红娘 跟你以前的媒婆 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不都给人介绍对象吗 你以为穿上职业装 都是职业女性啊 不是 笑话 那个 舅妈 我觉得您对那个职业 好像是有点偏见 别 别插嘴啊 我说你呢 站好了 给我立正 这 不是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心里这伙没出发我 那 你就站着 文博 等很久了吧 没有 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什么事啊 我想白天可能 大家都在气头上 说的都是气话 我就想知道你 到底怎么想的 白天是我不好 但是我觉得 有一点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罗小山的未来 是个未知数 之前我们一直满心地以为 他可以站起来 我觉得我错了 我真的不对他 抱任何希望 也许你不怕 但是我怕 我承认 这一次是我退缩了 我真的不对他 抱任何希望 也许你不怕 但是我怕 我承认 这一次是我退缩了 分开吧 分开吧 我觉得 对彼此 可能都是一种解脱 我也承认 之前我最讨厌说出 说出分手这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我们 会一辈子在一起 但是没想到 现实这么残酷 所以 分手吧 你再说一遍 有着整个世界上 最好看的侧脸 无忧的少年 安静坐在我身边 我却来不及 我却来不及 温少 将不出告灭 最好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回忆是时光临 带着温暖的雨季 你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 幻想这世界的门 伸出了双手 拥抱当时的 你继续这样子 原告是 可是我怎么觉得 天亮不亮了呢 只是光临 带着温暖的雨季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 关上这世界的门 伸出了双手 拥抱当时的我们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 关上这世界的门 伸出了双手 却不再会有我们 上次给你写了一封情书 没敢送 今天鼓起勇气 说真的 从我第一眼看见你 就被你深深吸引了 我的心 都在你身上 高文博 即便天下雨了 只要有你在 依旧可以阳光灿烂的 你 可以接受我吗 杜晓晓 你 glor考虑 说得挺好的 你 听着听着 你 说是 我好听的 您您赌心 满国 我把情书发给你了 这是一封迟到的情书 温柔心境 反正你就像阳光一样 早已经照进我心里 想起你 我就会心跳加速 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 喜欢你的晓晓 一直在等你 你喝汤能不能不要发出 那样的声音啊 好可怕啊 可怕 喝个汤就觉得那么可怕啊 刚才你也看见你阿姨发脾气了 那个不可怕吗 那才是真正可怕 同时你可以想象出 我的生存环境了吧 阿姨是冲晓晓的时候生气 又不是对您生气 晓晓是我的宝贝心肝 她每次骂的 就像弯我的心头肉一样 心里难受 我 对了 你啊 现在下路去赢赢晓晓 让她有个精神准备 回来知道好怎么应付她吗 我都已经后悔告诉阿姨了 晓晓回来了 肯定会骂死你 你别想太多 去去去 快去去 老林啊 晓晓怎么还没回来啊 再给打个电话催一催 阿姨 我下楼去赢一下她啊 站住 回来 坐下 又想在晓晓面前 充好人是吧 嗯 你这样做是害她知道吗 嗯 你以后啊 她有什么事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早点告诉我 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啊 是吧 我也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这个孩子 我不知道你是精力是啥 你住哪儿呢 你住我家呢 我是这个家的主流社会啊 你有事不找主流社会 你想干什么 你还想不想好 阿姨我错了 我保证 下次哪怕是这么顶点的事 我以第一时间告诉你 可你千万别跟晓晓说 是我告诉你的啊 不然他会骂死我的 我没那么傻 老婆 老婆 谁老婆下叫什么 帮我把内衣拿进来 我忘拿了 你洗个澡不拿内衣 你洗什么澡啊你 你光出了吧 谁看见去 托尼 你以后能不能不天天洗澡啊 你一天洗三四个澡 好家伙一大澡一醒了 先洗澡去 你党车是国外呢 舅妈 我这不是在国外 有什么习惯吗 我还不那么习惯 我这舒服 对 你是舒服了 可我不舒服啊 你一个人把我们全家的 澡量都洗完了 是吧 我不是说不让你洗澡 你稍微空着点量 这个月我们家的水费 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说出来吓你一跳 我告诉你 照你这么洗下去 我们家非破产了不可 张伯妮 嗯 我外上要洗个澡 就照顾你这么多话了 我外上洗个澡 就能把你家给洗破产了 是不是太夸张了啊 嗨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是那斤斤计较的人吗 我告诉你 我要斤斤计较 我都不能收留他 他不是没娘的孩子呀 是吧 他有妈呀 他妈在国外呢 我还跟你说 我比他妈做得好多了 是 叔叔 阿姨做得已经很棒了 对对对 舅妈做得挺好的 我都挺感动的 不感动 我就都立那么一个妹妹 我没带好她 我有责任 她让男人骗 前后结过四次婚 后来又出国 过得也不顺心 不 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难受 舅舅 别难受 我代表我妈 我们都不怪您啊 雨巾别掉了 赶紧去把衣服穿上 别光着了 对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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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麻 赶紧去把衣服穿上 别光着了 对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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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麻 高伯 你怎么才来 八五都帮你指了 你就太不像话了 我请教外厨 是主任批准的 有什么话你找她说去 还有 我妈的事 希望你们深重考虑一下 什么态度 妈 怎么了 妈 你还是我女儿吗 你以前有什么事都告诉我 现在你啥事你都不告诉我 你辞职这么大个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不跟我打招呼 您都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你不告诉我 有人告诉我 希望连什么都告诉我了 妈 我本来准备过段时间 跟您说的 研究所的工作 挺乏味的 真的不适合我 我现在婚恋网站真的挺好的 每天接触不同的人 走走看看 帮助挺大的 加上过了试用期 工资会给很高 这样我们就能尽快 还清延峰的债 咱们也就不欠她这个情了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不好 当然不好了 我这么多年我白培养你了 我培养你我就是让你当姑娘啊 让别人都往高处爬 你怎么就往第一处走呢 你一个大博士生当红娘 你不觉得丢脸吗 红娘 叫门口那卖菜那阿姨她都能当红娘 叫你妈我卖肉的我都能当红娘 轮得上你吗 这是个正当职业吗 是吗 你回答我是不是 怎么不正当了呢 我的工作性质 工作状态您看见了吗 您怎么知道我就干不了呢 这不是能不能干好的事 而是我不允许你干 出去 给我辞职去 不辞职甭回来 妈 你甭马 走不走 站起来 给我辞职去 给我辞职 我告诉你这天不辞职 你帮我给我回来 去吧 去吧 走 走 不要辞职 你甭回来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 杜晓晓要是不辞职 不许她进这个家门 谁放她进来我跟谁急 你 嗯 文博 文博 你干吗啊你啊 我 我会下上厕所 我 你不刚去过吗 我现在还想上 你挡着我给你叫护士去 别别别 来不及了 我 我现在憋不住了 不是你怎么就那么急啊 我憋不住了 我憋不住了 我现在都难受了 我 要不要传上了 我快点儿吧 我憋不住了 快 慢点 你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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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щ无法 你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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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事得自己来了 找谁找谁 不是 你怎么了你 不是 你说话呀 怎么了 不是 你别吓唬 怎么了 我 我见你了啊 你 是不是那时等我 那时我也没想过 会不再联络 你总是说 青春从不曾永远 我真的以为 用不完时间 我 该忘了那时的你 有着整个世界上 最好看的侧脸 无忧的少年 安静坐在我身边 我却来不及 想不出告别 最好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回忆是时光临 带着温暖的雨季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 伸出了双手 拥抱当时的我们 最好忘了吧 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 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 伸出了双手 却不再会有我们 我们